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本月起 国家税务总局开始在河北 江苏 浙江 大连 厦门 五省市 开展税务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试点 这项承诺制实行后 对于符合税务机关要求 且达到一定信用级别的纳税人 在做出书面承诺后 可免于提供许多证明文件 这次纳入试点的税务证明事项共14项 其中6项涉及个人办理房地产交易 8项涉及资格资质证明 全署证明 身份证明 检测证明等 近期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组织召开了 第二届全国电视公益节目推选活动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机构 报送的600多部作品参加了这次推选 本届中国全媒体公益影像盛典 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举办 来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各省市上百家电视台 网络视频平台及自媒体等相关机构 报送的六大类共计670部作品 参与了此次电视公益节目推选 活动现场揭晓了获奖公益节目主持人 公益栏目 公益特别节目 公益专题等名单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社会语法频道主持人 王小蕾等四人获得最佳公益节目主持人奖 王小蕾在现场分享了社会语法频道 《2019暖春行动》节目录制背后的故事与感动 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来参加婚礼的 结果他们全部都是被医疗队治愈过的 肝包虫病的患者 他们是来感谢他们的救命恩人的 他们只会讲一句 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人的脖子上 可以带那么多的哈达 一条 十条 一百条的哈达 那一瞬间 我只有静静地站在那 我流了一个小时的眼泪 另外 社会语法频道 社区英雄故事版等四个节目 获得最佳公益节目奖 社会语法频道 《暖春行动》等七个专题片 获得最佳公益专题奖 呵护明天或好公益专题奖 绝不掉队或最佳扶贫故事奖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慈善之夜》或最佳公益特别节目奖 本次全国优秀电视节目推选活动中 参选作品既满足了公益作品贴近群众 话育人心的传播特点 也反映了当下中国优秀电视人 专业电视节目团队的公益大爱和社会担当 这些年因为养狗遛狗产生的纠纷是时有发生 比如说下边这起案件 就是因为北京的一位市民遛狗而引发的 没错 当时双方从争吵到户屋 最后甚至还动起了刀子 2018年8月6号早上 北京市大兴区一家制药公司的电动大门缓缓打开 迎接前来上班的同事 首先迎来的却是一位不速之客 7点21分 一只没有拴狗绳的松狮犬跑进了公司院内 钻进大门旁的树丛里方便起来 此时门里和门外同时出现了两个人 门里出来的这位就是公司的保安严孝峰 我就先撵这个狗往外撵的时候 他不走 看到狗没有动 严孝峰做了一个挥手击打的动作 正是这一动作激怒了公司门外出现的杨某 他是狗的主人 住在与这家公司一街之隔的居民小区里 我撵狗狗没动 这个人进来凹吵着骂吧 根据杨某的笔录来看 因为当时他看到严孝峰捡起石子打他的狗 于是骂了一句 在保安室的于是生闻声走了出来 三人起了冲突 此时那只惹事的宋施群 已经从树丛里跑到了门口 三人的冲突却没有停止 于是生就出来 出来俩人就说出话就发生冲突 这时候他俩这么挠 这个人就把我这个挠破了 就是出血 这时候我就抓着他往外撵 实在他 他也挺劲 我们俩人推着推着不行 我就打了他一下 监控画面显示杨某用塑料锥筒打向严孝峰 他自己也被于是生打倒在地 7点23分杨某跑到了马路对面 他过上马路的对面 我看着的意思 他在找东西 像木棒什么找这个东西 但是对面没有 完了他又回来 回来他领着狗就回去了 回去我们认为就是拉倒 谁没吃这个杀亏 谁没干啥就结束了 见杨某离开 于是生打电话报了警 7点31分 于是生接到警方电话 询问之前报警的情况 而此时站在门外的严孝峰 突然发现杨某气势汹汹地朝他们走来 手里还挥舞着一把菜刀 我一回头我一看 我说不好他拿到了 我说快关门快关门 等我们的于是生要进关门 他已经到这了 走得特别快到这了 我一看到到这了 我也不能说往那边跑 我就进来了 门没关上 我就进了 这一进来 我们两人直接就进那个屋 眼看着杨某拿着刀要往里冲 严孝峰回手把防暴钢叉拿了过来 将杨某向公司门外方向推去 于是生以手持橡胶棍冲出了保卫室 一同反击杨某 这一过程中 杨某试图用菜刀砍向两位保安 7点33分 严孝峰使用的防暴钢叉的弧形头被打折 他用剩下的钢棍打在杨某的肩部和胸部 杨某挥舞菜刀反击 这个时候公司的门口已经聚集了几名员工 对双方进行劝说 根据杨某的问讯笔录 他觉得这些员工比较客气 自己也有了台阶 所以不再动手了 此时的杨某前胸和手臂都已经受伤 严孝峰的手臂也在流血 双方门里门外对峙着 但没有再次动手 很快三人被警方带到派出所接受调查 警方调查后认定这起户欧事件双方都有责任 狗主任杨某被行政拘留10天 而两名保安因为将杨某打成轻伤 因此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 而事件的发展到此并没有结束 我们继续往下看 在案件调查期间 严孝峰和于世生对给被害人杨某造成的伤害深表歉意 并表示愿意在能力范围内进行赔偿 但对于赔偿的金额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 你要20万 我说要有20万我就不到北京来打工来了 知道吗 我退休金4000多 4500 可是这4500块钱 正好够我儿子吃一个月的药钱 那你说怎么办 2018年10月29号 这起案件被移送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然而检察官周宇在仔细审查完案件后 却得出了与公安机关不同的结论 公安机关认为双方发生了互殴 造成被害人杨某受伤这个结果 我们审查以后认为整个这个过程 实际上应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双方互殴 但是没有造成被害人轻伤的后果 属于情节显著 轻微危害不大 不认为是犯罪 就是在第一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第二个阶段就是被害人杨某 他回家拿了财刀 又冲回这个药业公司 经过调查 杨某轻伤一级的伤情 是他在重新返回现场后造成的 而检查机关认为 这一次两名保安的行为已经属于正当防卫 虽然造成了这个杨某 轻伤一级的后果 但是两名犯罪嫌疑人 它是一个防卫的性质 杨某的行为是一种不法侵害 那么第二个阶段也不构成犯罪 但是这起案件毕竟是因为双方互殴而起 后面的这次打斗到底算不算正当防卫呢 2018年12月13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第一次召开检委会讨论这一案件 当时也是有两方观点 三方观点 一方观点认为这个案件是一个护欧 就是一个故意伤害 另外一方观点认为这个案件 不是一个护欧 可能是一个防卫过当 就是说有防卫的性质 但是防卫过当了 第三种观点才是正当防卫 由于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第一次的检委会并没有形成最终决议 于是检委会要求公安机关 对案件进行补充侦查 在此期间 于世生和严孝峰 被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取保候审 严孝峰被取保候审五天后 2018年12月19号 他看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布的一批正当防卫和防卫过当的 指导性案例 这些案例专门阐释了正当防卫的界限和把握标准 为检察机关提供司法办案参考 他讲了四个例子 所谓的正当防卫 但是我一比照跟我的一样差不多 因为你拿刀进来的 这等于我住家一样 你已经到我的院子来了 这侵害我的利益 我就往外推你 但不是我马上就打你 但是我是往外推你 推的过程中 我也不能总忍着这么推 对比四个指导性案例 严孝峰认为 自己的行为具有防卫的性质 而对于被害人杨某一方来说 毕竟在这次冲突中 造成了轻伤一级的后果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行为 究竟该如何认定了 案件经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后 于2019年4月4号 召开了第二次检委会 经过进一步讨论 检委会对于案件分为两个阶段 达成了共识 但是对第二次冲突的法律评价 依然呈现出 故意伤害防卫过当 以及正当防卫三种观点 其中认为构成 故意伤害罪的观点认为 案发时两名当事人 可以躲在门卫室里不出来 也就是说 可以以躲避的方式 避免第二次的冲突 我们认为认定政策防卫 不能要求防卫人只能被动地躲避 不允许他进行反击 在这个案子里 保安室的门上面一半是玻璃 下面是铝合金 它不是一个结实的防盗门 那一旦这个杨某拿了材刀冲进门卫时 那么在一个特别小的空间里 两名分子侵人根本就没有办法回旋的 会更加的危险 事发后这个问题 也一直盘旋在严孝峰的脑海中 如果当时躲在门卫室 不出去会怎么样呢 但是我的员工要上班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 因为我来的目的就是 保证员工的安全和厂子的安全 是不是啊 那我得做到这一点 通过监控可以清晰地看到 两名保安对于杨某有击打的动作 那么这些动作是不是可以说明 他们具有故意伤害的意图呢 对于这个争议观点 周宇认为 两名当事人是公司的保安 不仅有保护自身不受侵犯的权利 更有保护其他员工人身安全的职责 当有人持刀闯入公司内 作为保安必须予以制止 他们在防卫的时候使用的工具 一个是防卫钢叉 一个是橡胶的警棍 根据我们国家的相关的规定 这两种器材就属于主动防卫装备 这个分子嫌疑人面临着不法侵害的时候 只能被动的防卫 不允许他主动防卫 那这主动的防卫装备 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就是说认定正当防卫呢 不能要求这个防卫人只能被动躲避 也不能认为说只要反击 他就是故意伤害 在检委会讨论中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 杨某只是吓唬一下 并没有真的砍人 而且两名犯罪嫌疑人 实际并没有受伤 如果二人有伤 就可以认为是正当防卫 对于被害人没有真想砍人 和两名犯罪嫌疑人 没有受伤的问题 周瑜等检察官认为 事发时 两名犯罪嫌疑人 正面临着限时紧迫的危险 如果要求两人受伤后 再反击过于苛刻 此外 检察官周瑜认为 这起案件 无论是从杨某 轻伤一级的结果来看 还是两名犯罪嫌疑人的手段来看 都不构成防卫过当 在这个案件中 我们看到 这两个保安员呢 手持保安公司配发的 专用的保安工具 杨某呢 是用那个右性的防保钢叉呢 推着杨某的腰部上半身 对他往外 就往公司外面推 然后在杨某用菜刀 挥向余某的时候 这个余某呢 拿着一个橡胶的颈棍 打在了杨某的左手 那么我们认为 这种情况下 两名犯罪嫌疑人的 防卫的手段 也不过当 不仅如此 周宇检察官认为 在判断是否属于正当防卫 或防卫过当时 不能只强调双方 实际损伤结果对等 更要对双方利益进行比较 当防卫人的人身安全 生命安全 面临现实紧迫的危险 就应当允许其进行防卫 过于伤害 防卫过当 正当防卫 这三者的结果有着天壤之别 而在认定上 或许只隔着 头发丝一样的距离 需要审慎地加以判定 那么检察官们 最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 通过对于案件的研判 以及对于正当防卫的 法律适用条分履息之后 最终此次检委会 达成一致意见 犯罪嫌疑人 于是生严孝峰的行为 属于正当防卫 依法不构成犯罪 2019年4月8号 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对严孝峰 于是生 做出不起诉的决定 2019年4月10号 严孝峰和于是生 在律师的陪同下 来到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检察院 一颗悬者的心也终于落地了 我就是认为整午好 肯定我要重新回去 可是就在这个心理的交接的时候 做检察官宣布一件好事 不做起诉 我这个当时就好像要贪人的意思 当时言论就在这 心情都不一样 马上释放出来 对于严孝峰和于是生来说 这一份不起诉决定书 从法律层面认可了两人 是为了使本人和他人的人身权利 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采取了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 拿到不起诉书后 严孝峰依然回到了这家制药公司 做保安 经历过这场风波 严孝峰对于公平与公正 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央广评论张斌 张斌你好 你好 朝东 从故意伤害到正当防卫 不予起诉 你如何来评价这样的结果 确实我们说正当防卫 本身来讲 它对于彰显法律的威严 以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维护当时的权益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这个法条自规定以来 我们国家1979年刑法 明确规定了正当防卫 在实施过程中 确实会面临一系列 相对比较尴尬的局面 我们往往在司法实践中 是以这种结果为导向 谁受伤了 甚至造成对方死亡了 那么一般来讲 这个当事一方就要负相应的责任 而这个所谓正当防卫 往往变成了一个稀释宁人的 这样一个法条 在实际运用中并不多见 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以及我们的法治的不断进步 一系列的案件 像余欢案 像昆山的龙阁反杀案等等 都让这个正当防卫 再一次跃入到公众的眼前 随着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的 不断的细化 我们看到正当防卫 已经成为了公民 维护自身安全 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 一个有利的武器 像今天这个案例 起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狗 引起了一个小案件 但是这样的一个案件 根据检察院相关的 这样一个事实认定 认定为正当防卫 其实恰恰彰显了 社会的公平正义 未来一言不合 就提刀的行为 我想会大大的减少 当这个违法犯罪的成本 远远大于实际收益的时候 犯罪行为 就会受到相应的遏制 所以这样一个案件 其实我觉得事件虽小 但是对于推进 我们法制化的进程 应该说意义深远 好的 感谢张斌 在这里我们也征集一下 如果你有好的新线索 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 电子邮箱联系我们 同时也欢迎大家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语码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您正在收看的是热线12 下面我们把视线转向河南新密 前不久 当地警方破获了一起套路贷案件 抓获犯罪嫌疑人180多名 冻结涉案资金2600多万元 今年4月 家住河南省新密室的杨先生 到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说自己从网上的小额贷款公司 借了10万元钱 不到两个月信贷公司 就要他还30万元 据了解今年春节前 杨先生因资金周转困难 又觉得去银行贷款比较麻烦 当时他的手机里 收到了无抵押 秒到账的推借贷款短信 于是他就按照客服提示 下载安装了一个软件 并填写了个人信息 他们删成秒到账 然后利息低 然后额度还高 然后就想着 比银行会有快一点 然后从那上面开始借起来 说他会给你推荐别的 我就使家就使家吧 杨先生就陆续从多家贷款公司 借到10万元的周转资金 以7天为一个还款周期 利息是20% 7天后第一批借款到期 杨先生按时在网上还款的时候 才发现 当初他陆续借的10万元贷款 实际到账只有7万元 客服人员还告诉他 每一笔贷款除了20%的利息 还要收取30%的金融服务费 平台手续费等 由于杨先生没有能力还钱 于是贷款公司 接二连三的把吹款电话 打到了他的父母和亲戚朋友家里 杨先生说不到两个月 他当初借的10万元钱 就连本带息成了30万元 无奈之下他只能选择报警 河南新密警方随后又陆续接到 多名像杨先生一样受害者的报案 经过一个多月的缜密侦查 新密警方在福建省三明市 和安徽省合肥市 锁定了该套路带诈骗犯罪团伙的 两个卧点 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新密警方在福建安徽两地同时收网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80多名 扣押作案工具电脑20多台 冻结涉案资金2600多万元 我们发现他那个电脑里面 竟然有这个公安机关办理 套路在这个案件的相关规定 他们也在研究相关的法律法规 包括一些软暴力的认定 规避法律 规避打击 据办案民警介绍 针对国家的法律法规 该犯罪团伙有健全的公司机构 还聘请了法律顾问 专门制定出一套新的业务用语 妄图逃避法律的制裁 新密室公安局派出数百名侦察员 吩咐全国各地取证 目前140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批准逮捕 并被移送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如今天然气已经成为千家万户 生活中的得力帮手 不过有人却冻起了歪心思 近日陕西咸阳检察机关 批准逮捕了五名冒充天然气公司 员工进行诈骗的犯罪嫌疑人 今年5月30号 陕西咸阳警方接到一名群众报警 称一名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在给他家更换天然气管道时 竟然抽起了烟 刑计可疑 请求帮助 既然不是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为何会到居民家中更换天然气软管呢 原来在此之前 陕西咸阳一个家属院里 张贴了几张这样的通知 落款是当地一家燃气设备有限公司 内容大意是该公司近日 将对老旧的天然气软管进行更换 我们一看心里有准备了 第二天就碰见他们穿制服的 又带个白牌子 我就碰见 我就问了一句 他说我们正在那个 那个单元正安着了 你跟我说你们家在哪 我们立马叫人去给你安去 吴女士家中的所有天然气软管 全部被更换 按照一米八十元的收费标准 吴女士一共花了一千零四十元 事后经过警方调查 这些所谓的天然气公司工作人员 其实是冒牌的 他们真实的目的是 以次冲好诈骗钱财 警方随即抓获了五名犯罪嫌疑人 报警人给我们提供的这个管子呢 质量非常差 是以次冲好谋取暴利 他们呢在网上 以一米七块五毛钱的这个价格 给住户呢 是一米是八十元的价格 经过审讯 五名犯罪嫌疑人交代 他们在今年的四月 注册了一家燃气设备公司 专门给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 更换所谓质量上乘的天然气软管 并自称是咸阳天然气公司的工作人员 经过警方和天然气公司的鉴定 这些软管属于三无产品 使用这样的产品具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案发后 咸阳市天然气公司已给所有受骗用户 更换了合格的产品 目前警方已核实 有六十医护群众被该团伙诈骗 涉案金额两万余元 该案五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批准逮捕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好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这有一张图 陆陈能不能通过这张图 猜一猜发生了什么 我感觉这看上去像是一场交通事故 好像是骑摩托车的 把骑单车的人给撞了 对 那这点事发生在广东的汕头 事发当天呢 当地交警正在查酒驾 结果呢 一位摩托车的驾驶人员 赦某某 他为了逃避检查 是掉头就跑 而就在这个时候 辅警陈某 他将路边的共享单车给推出来 向前这么一推 挡住了摩托车的去路 二车相撞 导致赦某以及后边坐着的那位 同时倒地 那么这个事件一出啊 针对交警执法方式的问题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下面我们来听听白宇的点评 这张图啊 猛一看好像是摩托车跟共享单车之间 发生了交通事故 真相是什么呢 广东山头警方连发三条警情通报 才算把事说明白 三条通报的核心内容分别是 摩托车撞了绿化带 可是那自行车哪来的呀 第二条 我们成立工作组了 正在查 第三条 自行车是辅警扔的 就冲这一波三折的劲啊 咱真得给当地警方点个赞 但我还想多问一句 撞上绿化带和拿自行车 把摩托车给扔停了 这区别还是挺大的 不用执法记录仪 肉眼也能看清楚 干嘛不第一次就把事说明白了呀 这共享单车 他招谁惹谁了 警方追查违章的前提 一定是依法执法 我觉得没带头盔 他对应的应该是扣分罚款 不应该是飞来横车呀 其实啊 交警和所有的交通参与者 不是敌人 而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大家共同面对的 是道路上的安全隐患 好的 谢谢 谢谢白雨的点评 接下来 我们带大家一起认识 91岁高龄的沈凤真老人 这位有着特殊生活经历的老人 对谁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我是1949年 5月1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时参加本民工作 我是37年 30年生的嘛 正好抗战的时候 我七岁嘛 从小到山区去 躲到山区是难民嘛 我们没有井 有的时候没有 当时就有个深深的感觉 有一种清水是很不容易的 因为条件好了 发展了可以吧 就叫这个水怎么用呀 随便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 不能这样干 我始终有个想法 一定要把水管好 不要以为掉了那水就乱用 不是吧 这为什么套得滴水 这周套家有点滴水 你知道它有带子 确实是干净的 它是 所以说它的带子 你们开洗碗的时候 洗碗的时候 开得哗啦哗啦是吧 你要那么大吗 就是洗澡啊 用喷嚼 我都不用洗澡喷嚼的 不用喷嚼的 因为你用喷嚼的 当费水多哟对吧 05年前就看那个母亲水窖 当时就说的 1000块钱就可以搞一个水窖 如果你拿几百块钱 就等于不能完成人家的任务嘛 它一年的三百毫米啊 它蒸发量大大的超过那个 你知道吧 比缺电还可怕 对不对 缺电你没有电 不点灯灯 那可以点油灯啊 你确实就要生命的问题啊 好可怜啊 就想着呢 如果妈妈一早上 你赶个油车走了 对吧 五六个小时才回来 对不对 不仅是没有洗澡的水 你连吃的水都不够啊 对不对 她的生活经历中也遇到过这种缺水的状况 虽然没有去过西部 但是她觉得她感同身受 她有能力来帮助这些西部的母亲们 在当时她的离休的工资 每个月只有2400元 但她当时是把2000元都拿出来捐赠母亲水窖 而且一直持续到2019年 像我来说 我虽然不是农民 但是我对水的关系 我要像农民一样的关系 是有责任的支持她 因为她涉及到人的健康问题嘛 对吧 孩子的健康 母亲的健康 这种产业的发生问题 生产发生问题 都缺不了好水的 对不对 卷一万五的有两次 一万二的一次 一万的两次 五千至两千中间的 你吃饭多多少少好吃出来 一分钱咸菜也可以饱饭吃下去 一碗红肉也可以 那你拉倒了 对吧 不离他不行啊 可以的 都走得慢一点 快乐不能离恒 可能前进攻击你 一直到2017年 她都是本人亲自到我们夫妻会 到2017年以后 她这个已经比较高龄了 所以身体上不是那么方便 但即使这样 只要她自己能来 她还是坚持来 比如说今年的三月份 她还是在别人的搀扶下 亲自到夫妻会来捐赠 公益事业就是我应该关心的 我对辞职事业不是要求每个人都做 但是你的行为做好的结果 可以影响它 会可以影响的 责任 担当 是你的责任 你就要担当 所以你就要坚持下去 不是你愿意给就给 不愿意给就不给 不能是这样的 是一个任务啊 是我们做人的一个任务 对不对 其实母亲学教实施这么多年 将近20年 重点是在于我们来自于社会这么广泛的爱心人士 包括企业的支持 因为他们的支持 才能让我们把这个事业继续下去 也能让我们的初心继续下去 我一定要坚持到底 就是低水穿石 就是这个决心 面对我们的镜头 老人家说 我走得慢了点 快了 不能平衡 可实际上 老人走得一点都不慢 多年来 老人啊 一直行善 他一直走在我们的前头 那针对这个问题 我们再次连线张斌 张斌 对此 你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老人的行为 真是令我们非常的感动 也正是这样 一个一个的老人 击沙成塔 击叶成球 让中国的现代慈善事业 不断的滚滚向前 其实我们知道 母亲这个词啊 在中华民族的语言语境当中 它具有更广博的一个深刻的含义 我们用母亲水教 来命名这项慈善事业 应该说啊 是一种精准扶贫的集中的体现 一个母亲背后意味着一个家庭 当这个母亲的生活得到了改善 你放心 这个家庭也一定能够得到改善 我相信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 慈善事业的不断进步 未来这种贫困地区缺水的现象 会越来越少 可能有一天 这母亲水教就会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 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但是不管还有没有母亲水教了 这样一项中国最著名的慈善工程 一定会深深地刻在每一位母亲的心里 每一位受到相应惠顾的家庭成员的身上 2015年的时候啊 国际的小行星组织啊 把一颗行星命名为母亲水教星 这样的一个命名在浩瀚的苍穹中 有了一颗以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命名的小行星 这不仅意味着国际社会 对于中国慈善事业的高度认可 也意味着在现代慈善这样一个理念下 中国的慈善事业必将迎来更好的前景 好 再次感谢张斌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 发生在广西柳州的一个救援现场 感谢收看今天的热线12 再见 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